再詢問就是趙朝康董事長本人就是 既然您有勝選的就是這個決心的話 那要不要就是在這邊就是宣布直接放棄 中廣的董事長 對 謝謝 很好很好喔 我本來預期這個題目第一個就會被問 第一個我們要依法行政了 廣電法 廣電法規定很清楚 扶公職或扶黨職 不可以擔任媒體的董事長 譬如說 那我現在是候選人 對不對 而且我已經超過法律的規定 已經請假了 已經我TBS我也不主持了 中廣也不主持了 我也不主持中廣的業務 通通不管了 我已經超越法律的規定 對不對 我這個人最不會 而且最不肯就是在人在脅迫之下做任何事情 我要不要辭職我自己會決定 但是我不是被你們逼的 所以你為什麼不辭職 在這麼大庭廣場 你吃啊你吃啊 我不會的 好不好 你越逼我越不會 每個人個性不一樣 有的人被逼一下 啊 我不會 為什麼 我沒有違法嘛 我還超越法律嘛 那至於我將來會不會辭 當選是一定要辭啦 選舉之前也很難講 那 只是我這邊 不會在這裡宣布我要辭啦 好